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,苗栗现蔡姓男子因病住进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,接受治疗,住院期间未告知护理人员不嫁外出,院方因而办理蔡男子动出院手续,蔡男竟出严控和护理师,甚至扬言你的名字我要用我的关系查清楚,我要整你连你家里也会有事情,涉嫌违反医疗法,被苗栗地院法官判有期徒刑两个月。 可一颗罚金,一千元可折算一日。蔡男被办理自动出院后大动干货,跑到护理站丢致笔,告示台,更对护理站护理师枪声,大声咆哮说翻载,干你娘XX等语,并对理性护理师说,要让你在苗栗医院生存不下去,做不下去。 你的名字我要用我的关系查清楚,我要整你连你家里也会有事情。 苗栗境分局或报调查,蔡男已触犯医疗法中对于医事人员或紧急医疗救护人员已强暴,胁迫,恐吓或其他非法治方法, 防害其执行医疗或救护业务者等法条,依法韩颂,让行径嚣张的蔡男乖乖到法院接受判决,保障医疗人员安全。